教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这句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公认事实的话语 对此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解读方式 而德国的解读方式最为奇特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德国人为何让自己的孩子 故意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不要过早过度开发儿童智力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德国的基本法中第七条明确规定 禁止设立先圈学校 通过国家介入 禁止对孩子过早开发智力 以避免将孩子大脑变成硬盘 留给孩子大脑更多的想象空间 也就是说 孩子在上学前唯一任务就是快乐成长 所以到了德国的人 往往看不到任何学前教育和补习班的广告 在德国 幼儿园的孩子不允许学习专业知识 而小学的孩子也不能学习规定内额外的课程 即使这些孩子的智商早已超过同龄人 在德国 如果说在上学前对孩子非要进行教育的话 那教育的重点只有三个方面 一 基本的社会常识 比如不允许暴力 不大声说话等 二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三 保护孩子情感胚胎 培养孩子的情商 德国的这种教育方式 如今已经获得欧洲的广泛认可 欧洲人普遍认为 孩子有着自身的成长规律 他们在相应的阶段要做相应的事情 除了上述禁止学前教育的法律条款之外 德国人对儿童及教育的法规可谓面面俱到 在德国 爱护儿童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已被列入法律条款 例如德国法律规定 一方面孩子要帮助父母起碗 扫地和买东西 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 另一方面 严禁父母唠叨 打骂或不爱子女 如果孩子认为自己得不到父母的尊重 或受到冷落 可以随时向法院控告自己的父母双亲 德国幼儿园没有年级 所以年龄都混在一起 德国小学都是半日制的 下午只有课外活动 其中英语等课程 要到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习 而以上内容只是德国教育中的冰山一角 对于教育这个词语 美国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解读方式 就用熟悠熟略 就用时间来做一证明 对此不知大家看到这里会做何感想